哈囉大家早安 我現在在這個精華酒店的前面 今天要帶大家去 火力廳 廢話不多說 我就去精華酒店看一下 首先要先感謝大家 支持觀看我的節目 真的非常的感謝 如果喜歡我影片的話 請多多幫我點個讚啊 點個訂閱 讓我更有動力為大家拍攝更精彩的影片 廢話不多說 我為什麼會比較推崇這個飯店的自助餐 來來來來大家來看看這個環境 因為你不只可以來吃飯 還能享受這個氣氛 而且像這種五星級的飯店 通常他會有很多餐廳 像是精華就有很棒的中餐廳 西餐廳 牛排館 鐵板燒 所以他的餐飲水平 普遍都會非常高 不單單只是會做這個自助餐而已 而且我很推薦 後面這個座位區採光超級好 還有庭園景觀 真的是綠意盎然 如果大家有定位的話 可以特別跟他說選擇這裡的位置 好啦 剛到口有點渴 我們先來看一下果汁區 一個自助餐的成功與否 我的基本要件就是在這個 這一個 有沒有新鮮的現打果汁 它重要的不是濃縮還原的 它有新鮮的西瓜汁 蔬果汁 不錯 它這裡還有冰塊 一定要有冰塊 配這個果汁一定要有冰塊 先來一杯西瓜汁 等等再跟大家慢慢介紹 加個冰塊 好 我座位旁邊就是鮮魚區 因為太厲害了 所以不得不先轉播這裡 哇 這個太厲害了 看到後面那些魚 他們的魚是每天清晨鑽車從台東的漁港載上來的 有黃甘 鮮魚 鬼頭刀 長尾冰雕 後面還有一隻鮮魚 天啊 這個就是昂軸 第一隻是昂軸 然後後面有嘎拉 還有一隻青骨 天啊 這野生的耶 太厲害了 欸 今天是什麼魚啊 咦 這裡則無旁戴必須要評論一下 第一隻俗稱昂軸 又叫做銀文笛雕 那第二隻呢 俗稱嘎拉 又稱為真雕 就是日本賣那個甜點有沒有 鮮魚燒的這個原型 就是這隻鮮魚喔 算是非常高級的魚種 那第三隻呢 我們稱之為青鎚 又叫做裸夾鮮 所以我就問他說 欸 這個是什麼魚 然後他回頭說 是鮮魚耶 那前面一個是敵鮮 一個是真鮮 一個是裸夾鮮 啊靠鮮欸 不就跟沒回答一下 這個魚湯啊 他嘎拉就是真鮮嘛 欸 這個野生的耶 不是養殖鮮魚啊 不是無鍋魚啊 野生的鮮魚耶 竟然還有野生的鮮魚可以吃 厲害了耶 嗯 我以一個澎湖人的身份啊 跟你們擔保 這是野生的鮮魚啊 不是養殖的耶 天啊 那個嘎拉不便宜啊 一公斤差不多要五六百塊錢 當然也不錯 然後他旁邊有那個 蘿勒葉啊 那個生薑給他們家 繼續客繼續客 來看看蔬菜區 這裡有一個和米吉林 綠心餐廳合作的小小素食 你好蠶浩真 謝謝 那這裡的蔬菜也很新鮮啦 我在上一集有介紹過生材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哦 那我自己是製了一個 凱薩薩啦 就是凱薩醬乳酪粉 培根柑和漢麵包丁 這裡是英武景武啊 哇 這個拍起來太漂亮了 閃爍絲啊 還有這個燈光 這個環境是真的很好喔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食令鮮魚區 那它後面擺的魚啊 感覺是很撈啊 這裡順便講一下好了 所謂的很撈啊 意思是指現流 就是指現在的這個流石 台語叫做很借老息 就是每天漲潮和退潮 它一個循環就是指一個流石 不是什麼現撈啊 現撈是後來這樣寫 比較不用解釋這些嘛 不然哪有那麼多的現在撈上來 除非是活的 不然早就撈上來很久了啦 哪有現撈 這有莫獸吃 這莫獸吃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它這有四種魚啊 這是鴻甘 鮭魚 然後還有... 還有加納 然後還有那個鬼頭刀 它來這裡啊 當然就是點鴻甘和加納 好不好拜扣一下 不要再吃鮭魚了 鮭魚是進口的耶 從地球的利茵端飛過來了 要吃當然是吃本土的鴻甘嘛 對不對 本港的加辣 嘎啦 這三個裡面最貴的就是嘎啦 嘎啦一公斤 哇 要六百多塊錢 看這鴻甘差不多三百多塊錢 我是指批發價喔 然後鬼頭刀相對比較便宜一點 欸 鴻甘加辣鬼頭刀 謝謝 欸 看著這位師傅捏著他的壽司呢 現場握著壽司啊 然後還有炙燒 這個用噴槍把它炙燒一下 再上一點醬油 好啦 先從生魚片開始啊 這三種啊 鬼頭刀然後冰雕 然後看紅乾 我們先從這個鬼頭刀開始 這三種裡面價位 所以批發價最便宜的是鬼頭刀啦 然後他的生魚片就沒有嘎啦 可能是因為嘎啦單價太高了 所以他只有做握壽司 對不對 所以這是有道理的嘛 加辣是裡面最貴的 像這個鬼頭刀的話 一公斤差不多 批發價啦 可能市場買不到那麼便宜 但是我們在漁港拍賣的時候 差不多就XXXX錢吧 有時候低一點有時候高一點 反正漁價都是浮動的 我們先吃一下鬼頭刀 其實不錯啦 新鮮啦 因為他後面有展示那個鬼頭刀的魚 然後腸尾冰雕 然後腸尾冰雕 欸 好吃欸 配一點這個蘿蔔絲 好 再嗑一下紅乾 喔 自助餐這個紅乾 真的是 已經非常好了 好吃好吃 先嗑一下這個 加辣 嘎辣 這是真雕 就是紅色的那尾 加辣 好吃 支持一下我們本土的漁望 對不對 不要一直去夾鮭魚啦 有夾辣在那邊 你不夾你夾鮭魚 繼續吃繼續吃 謝謝 一遍就好了 看一下這個牛肉 這個色澤 這牛肉真的是在水準之上 好多鹽喔 對 有種口味的鹽喔 看一下看一下 超級多鹽 竹炭 櫻花 柚子 抹茶 抹茶 咖哩 黑鹽 還有蒜味 花椒 芝麻 這麼多的鹽啊 這看有沒有辦法 在家裡面也 飽一份這個東西 那真的是很雅致啊 好啦 接下來這個 我是有點不懂啊 這裡放地瓜和玉米的用意 到底在哪裡 不過這烤豬腳 看起來是不錯 我們就來一塊 然後配一點芥末醬 嗯 這裡不得不說這個蒸氣 所以搭配這個燈光啊 應該是有特別設計過的喔 讓人看上去心情就非常的好 來 渴一下它的牛排 它這個是牛肋炎啊 肋炎的部位喔 乳烤牛排 感覺不錯 好像 我覺得它這個牛排的 餅質啊 可以加鹽巴就好 一定要加價喔 它的餅質很好耶 它好像有一間很高級的牛排館 對不對 所以它近的牛肉 一定是很不錯啊 然後這裡也有炸蝦 它也是外表很酥脆啊 可是 其實我們台灣有很好吃的野生蝦 只是 體型大的 它就很貴 但是貴的呢 通常客人都會嫌它太小隻啊 不過我們的野生蝦 小龜小味道 確實很好喔 像是有賤蝦啊 白鬚蝦 火燒蝦 炸起來可能沒有這個這麼好看 但是 鐵定是比較好吃的啊 後面這一陀螺骨啊 實在是沒時間再吃啦 知道會不會有一點對不起炒菜的師傅啊 好啦 好久從忘迪 又到了最精彩的甜點區 我先來一塊蛋桃啊 它旁邊有四個配料 這個應該是烤奶酥麵粉之類的吧 你可以加一些 增加一些口感 哇 還有這個南瓜塔啊 布朗尼 馬德蓮 欸 我真的會把我家的甜點啊 放在一起 拍一個比較好的畫面給大家看喔 哇 天啊這個真的是很精緻可口欸 我剪片剪到這裡 呵 肚子都很餓啊 欸 其實在這裡吃甜點是很不錯的喔 因為它是出自於同一個點心房啊 就是飯店它自己的點心房嘛 那這個點心房也是供應它其他的餐廳啊 包括甜點布的那些精緻的甜點 所以那個水瓶啊是真的沒話說喔 然後還有這個相當香的好吃草莓泡芙啊 Strawberry puff 然後它後面還有這個現做的甜點 下面應該是奶酪吧 然後它會擠一些萌布朗啊 什麼的在那個上面 欸 這個肯定也要來一份啊對不對 謝謝 謝謝 好啦好啦 為了排隊喔 快要沒時間吃啦 餐期快要結束了 快兩點啦 要不要趕快刻一下 好啦那不免輸的啊 我的拿鐵一定要是冰拿鐵 所以我就用了一個冰塊 然後還有一個拿鐵咖啡 刻一下刻一下 趕快吃啊 還沒時間啊 五星飯店等級的甜點 一顆 謝謝 喔 這裡面有甜點最重要的層次啊 要三層喔 不是只是光光的塔 有酥皮啊 內餡和奶油 啊快要沒時間了 我要趕快測了 不能再跟大家聊了 好不好 大家都快收攤了耶 現在幾點了 現在幾點了 看一下 1點40啊 剩最後幾分鐘 快要沒時間吃了 咖啡不太夠 快去裝杯咖啡 好 冰塊裝好了 這是拿鐵 把它倒進去就可以了 攪拌一下 就吃一杯 放著冰拿鐵 喝一下這個 它剛剛做的 什麼什麼草莓 什麼拉麵 還是什麼的 不管啊 吃 它上面有個奶道 然後 然後 和栗子泥 還有一個酥脆的東西 欸好吃耶 不錯 欸很少的 吃到飽 吃到 時間快到了 還吃不完的 對不對 你就知道它東西多好吃 這個 這個是什麼歐北拉 不錯 好 好 再吃一下這個 這個什麼 什麼塔啦 忘記了 等等倒帶回去看一下 忘記什麼塔 嗯 嗯 好喝耶 超好吃 好啦 吃飽啦 吃到最後一個 後面已經 人去有空了 2點鐘 剛好壓線 好 給大家介紹一下 經過的酒店 我最推崇的地方 就是它的Lunch Club 大堂的酒吧 我看一下好了 你看 你要喝酒喝咖啡啊 可以坐在上面 然後 下面是可以用餐的地方 然後 坐在這邊 喝杯咖啡 這也是氣氛很好啊 對不對 不然你是 自己來喝啊 還是 旅遊啊 還是 帶一些親朋好友來這邊 感覺都蠻好的 然後下面有一個 可以吃飯的地方 那邊還有一些沙發 帶大家摟一眼好了 去那個 吧台那邊看一下 你看 這就是可以在這裡 嗑飯啊 哇 大平日中爐的生意這麼好 這麼多在吃牛排 你看這個座位 怎麼會輸給外面的咖啡店呢 對不對 它這裡有 縱現場 這些粽植香草 它調酒店的肉啊 蜜蝶香啊 薄荷 厲害 這招好啊 這招好 這招好 是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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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a 灰